这棵树长得可以 很好看 这时我也是快乐我承认 光柴走走 光柴上钻鸟去 看到吗 这么大个鸟的一群 刚刚冻下去了 去去去 走 光柴 快点抓鸟了 光柴 上 那么多的 到这个 防鸟这个没有用的 光柴 那么多 看到吗 怎么飞的 是上面去了 就被吃完了 就被吃完了 是玉米 这个地还打了还是湿的了 刚刚收工 回去吃个早餐 不会吧 吃个鸟 全部都要出上面去 这个应该怎么样去防它 在上面等着我了 我一走了 然后他们就飞下来了 好多哦 好多哦 好大一个哦 花柴 看到他们飞过来 你就过来这里抓他们了嘛 知道吗 这些都是刚刚种下去的 又被他们挖走了 因为这个 这个防鸟 防鸟条嘛 没有出太阳 它不会那种反光的 如果要出太阳 风吹它会反光嘛 它都会怕 不出太阳的话 它没有用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种应该要怎么样 去预防这个鸟 要不这样子种下去就白干了 之前呢 还没有 中那边还没有 今天中这边 他们吃习惯了 他们就会每天过来吃的 等一下我走远一点 肯定在树上面肯定要飞下来了 这个是大哥 拉过来的那个农家肥 一坨一坨的 这个要把它搞 我们那边有个鱼池嘛 那个水池嘛 去水池 应该把它倒到里面去 把它跟水一起对 拿那个抽 那个污水泵 抽那个 那个水上来撒这个 玉米地差不多 要不这样子 一坨一坨的 就那几颗有肥 别人又没有肥了 我要把这个搬过去用 好 这个假人 嫂子做了这个假人 这个过去那边插着 看他们怕不怕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也是被鸟吃的 好像就在这个假人旁边的 好像是被鸟吃的 不拢的有没有用 别的地方都长 就这个假人旁边都没长了 因为现在这边的玉米已经长高了 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还有个塑料袋 这样子 去防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是这一片的玉米 长得应该算是最好的 先拿这个过去顶一下 万里他们怕呢 之前也是有网友的 给的建议的嘛 就是叫我们做这种假人嘛 稻草人嘛 后面好像 有没有看到有鸟过来吃哦 因为那时候出太阳了 不懂了是不是 是这个有用呢 还是那个防 那个什么鸟 防鸟条那个有用 不知道 但是今天就是 防鸟条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不出太阳嘛 它没有那种 那种光 会反光的 先拿这个去看一下 要不这样子白干了 早上我种 中午它吃 晚上我又要种 紫封 吃 的 用鸟 吃 我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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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